第二个差别是关于哲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对哲学的世界性的一个理解问题 哲学世界性的理解问题 我们说随着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全球发展 那么西方近现代哲学可以说也由西方向西欧以外的国家传播 向西欧以外的国家传播 在这样一个传播的过程当中 西方的近现代哲学 特别是现代哲学成为了整个世界哲学的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平台 这个我们可以说和很多其他的哲学 比方说非洲哲学 印度哲学 这样一些哲学 他们的这样一个自身哲学的更新都是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 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现代哲学呢 因为它的西方哲学 它向欧洲以外的国家传播它的思想的时候 刚好是资本主义完成的时期 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时期 这个时期呢 产生的是现代哲学 是现代哲学 他和这个迪卡尔他们的这个哲学 是资本主义最初的 也就是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 而到了19世纪的时候 19世纪末二世纪 也就是说从19世纪中期开始 它向世界传播的时候 这个时候西方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呢 进入完成时期 进入完成时期 那么在这样一个完成时期呢 它在自然科学里面 和自然科学相关的是关于过程的哲学 所以它很多包括伯格森他们的这个过程哲学 以及当时呢 在这个整个哲学转型过程当中呢 形成的是一个现代哲学 就是19世纪中期以后 中期以后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当中 然后形成的这个现代哲学 包括这个海德格尔啊 这个很多这样一些熟本华呢 他们的哲学传到这个中国来 我曾经这个看了一下 这个很多这个 当时在资格院的这个图书馆里面呢 去看了一下 当时很多比方说像张东生 那就是我们国家这个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很多著名的哲学家 他们把一些书啊 把他们当时的一些书捐出来 那个上面有自己的签名 那么这些书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都是大部分都是关于新康德主义的 然后呢 再就是关于这个 所以这样连接近现在哲学 你找到这个确切定位以后 就知道我们和什么样的思想 和西方的哪一种思潮 它是相联系的 相联系的 这个不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是提一下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西方哲学呢 它是在这个随着这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它的哲学思想也传到了这个东方来了 但是西方哲学家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世界性和民族性的问题 就是哲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问题 什么是世界哲学 什么是民族哲学 他们从来就不把它看作是一个同等的概念 同等概念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他们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西方哲学的一个特点 它是在工业理性的这样一个工业和商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们认为哲学它的一个本质 哲学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讲人的自由理性 讲人的自由理性 凡是不讲自由 不讲个人自由 不讲理性的 都不能称之为哲学 都不能称之为哲学 所以呢 哲学呢 只有他们是的 因为哲学理是讲普遍嘛 是讲普遍嘛 一定哲学一定是普遍的 是抽象的 是讲人的精神自由 个体自由的 如果你这个哲学 你不讲这些 你哲学不具有抽象性 你怎么称得上是哲学呢 所以呢 除了按照这样一个尺度 西方哲学家就认为 能够称得上哲学的 也能够称得上是世界哲学的 那当然就是西方哲学自身了 那么其他的哲学呢 都不能称之为哲学 都不能称之为哲学 所以呢 他们在哲学 写哲学史的时候 西方哲学家 叫写哲学你们看 他从来不叫西方哲学史 就叫哲学史 这个黑格尔讲哲学史 讲远路 他就是世界哲学 所以他不讲这个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的前沿里面 我们一开始叫你们去看 那个前沿部分 一开始他就讲 这个中国哲学 印度哲学 实际上都没有达到理性 就是他们的思维啊 都没有达到理性思维 就不能进入哲学史 所以他们讲哲学史 从来不讲东方的哲学 不讲这个西欧以外的这样一个哲学 那么和这个 和这个 其他的这个 和西方哲学家的这样一个理解不同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他在思考这个世界历史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呢 就提出了哲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 提出了哲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 那么呢 这个 讲这个哲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呢 可以说他是在两个层面上 呃 来理解的 来理解的 首先呢 他强调哲学啊 具有世界文明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内容 所谓你讲的 什么叫世界哲学 世界哲学是一定具有共同性 世界文明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内容了 那么这样一个内容呢 他首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资本主义发展产物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讲哲学世界性和普遍性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呢 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背景 也可以说 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 特别是近现代哲学 一定是这个普遍性的这样一个平台 普遍性的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呢 呃 这是他的第一个 也就是说你世界哲学 它一定是建立在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之上的 如果没有世界性的生产方式 它就没有共同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 这就是他讲的这个 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呢 可以说啊 世界性的 哲学的世界性呢 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内容 它体现了 呃 这个近现代哲学的时代性特征 也就是说 这个哲学的世界性呢 它是一种时代的 不能我说 古代都开始有了 这是我们讲的 马兹讲的 呃 世界历史的观点的一个一个出发点啊 它是从人类 从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以后所产生的 它有一个时代性 呃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它强调这个哲学的世界性 产生于世界历史形成时代 它必须以世界各名厨的文化为基础 也就是说呢 哲学的世界性不等同于西方哲学 尽管西方的近现代哲学 包含着世界性的内容 但是呢 它在它的这个近现代哲学的这样一个 西方哲学的这个普遍性内容呢 是包裹在它的民厨性里面的 包裹在民厨性里面 你只有把它的这个民厨性把它扬弃了 把它扬弃了 把它的里面的世界普遍性的内容 把它抽象出来了 然后和各名厨的这样一个文化相结合 也就是说实现对各名厨文化的一个更新和改造 使各名厨的文化 在它的文化 在它的文明形式的更新当中 获得世界历史普遍性的内容的时候 才能形成这个世界哲学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说西方哲学包含的世界普遍性 是一种片面的普遍性 就是包括在它的民厨哲学当中的 这样一种普遍性 是一种片面的普遍性的话 那么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这种世界哲学 或者世界哲学的这样一种普遍性呢 是一种整体的全面的普遍性 这种整体的全面的普遍性呢 是要在世界各名厨当中 也就是说世界各名厨在活得的世界普遍性当中 通过多名厨的这样一个哲学 展现出来的 展现出来的 所以呢 正是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这样一种提出了 哲学的世界性和民厨性的关系问题 我们就可以看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和西方哲学的发展呢 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完全不同的命运 就是说西方哲学呢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可以说是几乎在同时 进入了这个 通过这个全球化运动啊 传播到世界各国 但是西方近现代哲学 它在传到各个国家的时候 始终被称之为西方哲学 始终被称之为西方哲学 为什么呢 因为它总是包裹在它的这个民厨性里面 也就是说 它总是以一种片面的普遍性呈现出来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则在不同的国家 被赋予了不同的民厨性格 赋予了不同的民厨性格 所以就被灌制于 某一民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某一民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比方说有俄国的 中国的 就是说各个国家的 美国的 就是说英国的 我们可以看上它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成为这个各民厨的这样一个精神财富 精神财富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就会有一个世界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我们要理解马克思哲学啊 他讲的世界普遍性是一种全体的 就是说是一种有机的这种整体性 这种整体性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要 它的整体性是通过各民厨 获得普遍性产生的 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在理解 马克思主义和各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是什么过程 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它植于这个原来 这个各民厨文化的土壤上 它刚好是一个相反 是要把用它的整体性 也就是说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或者说我们说的更确切一点 由他所讲的工业文明理性精神 这样一种精神 来改造各民厨的这样一个精神 洋气各民厨精神 因为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所保留的那种民厨的文学 就是各种精神的一种片面性 局限性 一种民厨的局限性 你只有洋气了这样一个局限性 你才能获得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而一当获得这种历史普遍性的时候 你就达到了民厨文化的这样一种更新 这也就是马克思对于马克思哲学的 世界性和民厨性的要求 正是这样一个不同的理解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在世界的一个多元发展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区别 也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命运 第三个区别 就是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态度不同 它的研究方式不同 研究方式不同 就是西方哲学我们知道 特别是这个近现代哲学 它就是在资本主义形态上产生出来的 产生出来的 但是呢 近代西方哲学 他们的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们 他们是为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存在的合理性做认证的 所以他们从来不批判 不是批判地看待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所以也注定他们不可能 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作为研究对象 作为研究对象 所以这样呢 他们可以说 整个的他们的哲学的宗旨 就是要从哲学观念上 构造资本主义的理念 构造资本主义理念 它的哲学就是资本主义的理念 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 资本主义在不同 我们说这个近代哲学 这个西方哲学 由近代到现代的发展 实际上是什么 资本主义 由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 发展的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它也是反映了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 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 因为它是在构造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它不会把它作为 一个批判的对象 来加引研究 而马克思哲学呢 它是在资本主义 可以说是在近现代的 这样一个哲学当中 发展起来的 特别是这个马克思哲学 在创立的时候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的时候 它几乎是和这个西方 它是和这个西方啊 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当中 实际上是和西方的整个 从近代哲学 向现代哲学的转型 这样一个阶段是相联系的 所以凡是西方哲学家 对现代西方哲学 对近代哲学转型当中 所提出的问题 马克思都做了一个 很深刻的思考 很深刻的思考 而且呢 他以自己的方式 来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型 完成了这个转型 所以他才能成为 二十世纪的一个 新的哲学思潮 一个新的 不同于这个现代哲学 西方的现代哲学 和也不同于这个 这个其他哲学的 这样一个 既不同于他的这个 西方的这个形而上的 比方说海德格尔啊 这样的一些能文哲学 也不同于这个 科学哲学的这样一个思潮 而形成了第三种思潮 它是通过他自己的方式 来完成的 那么这样一个 完成的方式当中呢 他可以说 他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作为他的批判对象 因为马克思哲学呢 他的认为 他虽然产生于 这个近现代哲学的 这样一个转型 但是呢 他要看到 比他更远 就更远 就说什么呢 他要对 要通过对资本主义 这个社会形态当中 去发现人类历史 发展的普遍 贵来和他的未来理念 也就是马克思提出 自我意识的 这样一个特点 我要提出自我意识 就是要寻求 人类的未来是什么 我是怎么去走向 这个未来 正是因为要 马克思有这样一个信念 所以呢 马克思啊 就提出来了 要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 直接研究对象 来提出问题 建构形而上学 以及相应的 这样一个范畴体系 这样呢 马克思啊 由于对资本主义 社会形态的 这样一个研究 马克思哲学啊 就获得他的两个特点 两个特点 那么一个呢 就是说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啊 走向了一个具体的 社会形态的研究 获得了这个 从这个具体形态的研究当中啊 获得他的实践 唯物主义的 感性的历史基础 也就是说 你近代哲学 向现代哲学转型当中 他们有一个 都探讨实践的问题啊 都探讨实践的问题 这个实践的问题 它一个最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呢 感性是如何可能的 感性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就是所有的西方哲学 在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当中 都想去发现 感性的如何可能的问题 但是呢 马克思呢 是从这个资本主义 社会形态的分析当中 去找到他的感性基础 人的感性基础 究竟是什么 它不是在概念里面完成的 我再怎么讲 对而帮他企图去做这个工作 但是呢 马克思说 他没有找到现实的感性 为什么呢 他没有 他忽视了这个工业的力量 实际上还有一个 就是他没有对资本主义 采取一种社会形态的 这样一个批判 所以这个是马克思 从通过对这个资本主义 这样一个具体社会形态的批判 获得了实践为物主义感性基础 其实这个问题上啊 为什么说这个 马克思要从这个里面活得呢 其实他活得这个感性基础 研究资本主义形态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要从这个资本主义 因为我们知道啊 虽然这个工业和商业的活动 在西方很早 在希腊时期开始了 但是真正作为一个完备的形态 特别是机器生产的发展 使这个工业和商业的本质 真正呈现出来的是什么 资本主义的形态 资本主义 所以这是资本主义的功劳 所以你只有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才能把这个现代社会 工业和商业给予你的 这种感性的基础 也就是说一种带有普遍形式的 那种感性基础发现出来 才能发现出来 所以这个马克思经常说啊 就是说在这个 《18世纪经济学手稿》里面 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工业打开了人的本质这一部书 就是打开了人的感性的本质 如果不是工业的话 能不能是不能认识自身的本质的 你的感性基础是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到这个感性基础找 恩格斯也强调啊 历史在哪儿去写 历史要到工业里面去找 就是我们要写真正的历史的话 应该到工业的活动里面 去写它的历史 这才是一部感性的真实的历史 感性的真实的历史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个唯物主义 那么这是马克思活的这个 第一个基础 那么第二个呢 它就使这个 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啊 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这个理论 成为马克思主义 行而上学的内在逻辑的展示 内在逻辑的展示 也就是说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当中的 每一个范畴 都具有社会历史的和行而上学的意义 和行而上学的意义 它的每一个范畴体系啊 你都可以发现 所以西方 西方哲学家 他在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批判这个东方 在批判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 特别批判那个斯大林体系 就反复强调 马克思哲学 没有一个范畴是抽象的 它都是和资本主义的批判 联系在一起 所以它的每一个原理 你只有到它的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批判里面 才能找到它的意义 才能发现它的含义